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湾股王突然释放振振寒意。 4月下旬,台积电股价重挫,盘中一度暴跌超7%,节制收盘,跌幅仍达6.72%。 在全球半导体行业若复苏的背景下,台积电释放的含义被迅速放大,直接带崩了晶片行业。 其中,三星电子、联发科、日月光等晶片巨头,股价纷纷下跌。 分析人士称,2024年一季度半导体股的业绩和预期将更为平淡,无法重现2023年的人工智慧成绩。 隔夜美股,台积电也遭遇了一轮抛售潮,股价重挫4.86%。 消息面上,台积电披露了最新一季度的业绩报告。 其中显示,2024年第一季度实现营收5926.4亿新台币,同比增长16.5%,环比减少5.3%, 净利润为2259.9亿新台币,环比下降5.5%,同比增长8.9%。 作为晶圆代工龙头企业,台积电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全球晶片行业的关注。 有分析称,鉴于台积电在2023年面临晶片需求疲软的困境,因此同比营收实现强劲增长的部分原因是上年基数较低, 但环比下降意味着全球晶片行业复苏不及预期。 与此同时,台积电总裁魏哲嘉在线上法人说明会上释放了一则危险讯号。 他表示,下调2024年全年不含记忆体在内的半导体行业增速至10%, 要知道,此前还预计超10%的增长。 而且,这次下调代工行业增速至15%至17%,而此前预计20%的增长速度。 4月下旬,魏哲嘉在举行的台积电线上法人说明会中指出, 当前市场上,人工智慧、AI需求强劲,智慧型手机需求逐步复苏, 个人电脑市场的需求已触底。 不过,传统伺服器需求仍相对疲弱, 有关车用领域晶片的预估也从上一季度的增长转为衰退。 台积电预测,2024年, AI伺服器的收入贡献将增加一倍以上, 占2024年总收入的10%, 并于2028年持续增长至20%以上。 台积电表示, 越复杂的AI大模型越需要更好的半导体硬体支援, 及更先进的半导体工艺以及封装技术。 台积电财务长兼发言人黄仁钊认为, 第二季,该公司3奈米及5奈米先进支撑需求依然强劲, 营运渴望回升,抵消智慧型手机销售淡击的影响。 黄仁钊介绍, 今年台积电资本支出仍维持原预期, 落在280亿至320亿美元之间。 其中,约70%至80%用于先进支撑技术, 10%至20%用于成熟和特殊支撑技术, 10%用于先进封装测试和光照生产等。 他强调,相关支出规划以客户未来数年需求及增长为基础。 稍早蓬勃以用市场人士的观察, 拓露台积电这几季的营收将优于预期, 有可能提高今年的营收和资本支出预测, 主要反映人工智慧推动的强劲成长将持续下去。 以挥达为首的AI晶片厂销售频创佳计, 加上生成是AI也导入各产业应用, 吸引更多的晶片公司投入, 台积电是人工智慧最主要晶片代工厂。 Counterpoint Research数据显示, 第四季度台积电占全球代工收入的61%, 三星代工以14%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二, 台积电的净利润率为40%, 继续是该公司历史上最高的之一, 而行业平均水平为14%, 这表明台积电的强大竞争地位。 Counterpoint Research市场分析师Jagos Drows 则表示, 高利润率是7奈米, 即更小尺寸的销售份额增加的结果。 魏哲家也特别强调, 台积电今年增长目标维持不变, 以美元计价的营收增长目标约为21%至26%之间。 由于台湾电价上涨, 用电成本的提升间接导致其他化学材料及气体成本波动。 台积电预计, 这部分因素将影响公司第二季度0.7%至0.8%的毛利率。 相比于第一季度53.1%的毛利率, 台积电将二季度的毛利率指引下调为51%至53%。 分析人士指出, 展望下半年, 预计更高的电力成本的影响将持续台积电的毛利率, 更高的电力成本将间接导致材料、化学品和气体等其他可变成本上升。 在全球半导体行业若复苏的背景下, 台积电释放的含气被迅速放大。 这也导致三星电子、 研发科、 日月光等晶片代工厂商股价纷纷下跌。 作为台积电的最大竞争对手, 三星电子股价随后盘中一度重挫超4%。 研发科作为台湾本土的晶片设计公司, 股价19日盘中最大跌幅达7.6%。 封测厂日月光股价也大跌超3%。 与此同时, 中国的半导体板块一集体走低, 新元微跌9.32%, 立新微含5G跌超5%。 这意味着台积电的财报及释放的最新讯号, 犹如一颗炸弹, 引爆了整个半导体行业的担忧情绪。 其实, 在台积电释放悲观讯号前夕, 全球微影曝光机巨头ASML公司也遭遇了暴雷。 其公布的2024年一季度业绩显示, 订单量环比下降61%, 降幅超出市场预期。 同时, ASML预测, 收入或将持续下降, 预计第二季度应收为57亿欧元至62亿欧元, 同比将有所下降。 这直接导致, ASML股价也重挫超7%, 每股其他晶片巨头股价也纷纷暴跌。 多位机构分析师称, EUV曝光机订单水平极低表明, 三星、 英特尔等ASML主要客户没有增加对高阶设备的投资。 瑞瑞正确分析师丹尼尔·奥雷根认为, 三星等厂商正推迟新订单, 转而清理用于智慧型手机和汽车等的硬体库存。 还有分析师说, 订单数据令人失望, 这导致明年ASML公司的盈利和收入情况变得脆弱。 花旗分析师克里斯托·弗丹尼利等人在研报中表示, 2024年一季度半导体股的业绩和预期将更为平淡, 无法重现2023年的人工智慧成绩。 翻阅今年4月以来聚焦台积电的机构研报, 不难发现,AI带来的高算力需求, 被视所台积电的增长引擎。 因此,对于整个半导体行业来说, 机构普遍将未来的增长空间寄托于AI。 其他机构在解读台积电最新财报时表示, 整体半导体行业复苏缓慢, AI强劲需求带来结构性分化, 预期2024年半导体行业处于低迷中缓慢复苏的阶段。 半导体公司业绩出现分化, ASML业绩同半导体周期紧密相关而表现不佳, 台积电则受益于AI需求的结构性拉动而业绩向好。 该机构强调, 看好AI需求持续强劲, 建议关注AI算力产业链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 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